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 初步核算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万0899亿元 同比增长6.7% 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.4% 第二产业增长5.8% 第三产业增长7.7% 从就业来看 9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.9% 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都分别下降0.1个百分点 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1100万人的就业目标 从居民收入看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.6% 增速和上百年持平 综合这些情况来看 当前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期间 总体平稳 稳中有劲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再延续 在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上 仍然保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 前三季度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8.0% 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个百分点 制造业投资增速连续6个月加快 民间投资增速保持在8%以上的较快水平 与此同时市场主体大量增加 日均新增市场主体超过1.8万户 新动能的成长为经济结构优化调整 经济平稳运行增添了后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